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忍不住流下眼泪 未来王伯榮将会是台岡雄鹰重要的支柱 要带领正中的年轻选手英勇初级 不是空气 而是真的大王降临 前女日好手王伯榮回到台湾 正式加盟台岡雄鹰 穿回熟悉的九号 只是换成了白绿色战袍 大王与台岡签下三年 总值三千六百万的合约 扛起雄鹰的看板球星 是在球季上或是在人生的经历上 都让我成长了不少嘛 那我现在在日本所学的 我希望带回台湾给年轻选手 分享给年轻选手来为台岡尽一份心力 明年的期许 是期待跟这些队友一同奋战 然后共同追求更犹豫的成绩 也有一些会有一些怀疑的声音 觉得台岡会不会选到空气 当然就一个球迷的一个角度 我们当然是希望 伯榮能够在日本能够发展成功 但是对于台岡雄鹰 尤其我们是在一个创建的一个初期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看板的选手 新东家台岡热烈欢迎 而老东家日本火腿队 对王伯榮也有满满诚意 球团国际部长严本悬疑 特别到场送上祝福 感性发言逼出大王眼泪 王伯榮忍不住激动情绪伸手事累 而当初加盟火腿时的总教练 立山英树 也录制了影片和大王道歉 带着来自日本满满的祝福 王伯榮回到终植开启新的人生 发挥五年的旅外经验 与红总 红一中 姐姐王义震 还有奈爱 蓝颖伦 再度合作 带领小鹰征战一军 华日新闻陈一伟 这两方开会报道 有个特别的领域啊 哈喽 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日新闻的YouTube频道